诗篇第23篇第6节 我一生一世 必有因为慈爱随着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直到永远 当我们将要由素挪的生平 去转移回大卫成为皇帝的分享之先 我想藉着这一节经文 去将这两个人作一个转接的对比 在这里讲到诗篇第23篇 就是大卫经历神给他的带领 而这个带领当中 可以说他人生当中是不缺乏灾难的 因为每一次神所给的异仗 给他的呼召 给他的差遣的时候 神还要在他面对每一个困境 每一个呼召的时候 还要在绝对重要的时刻 拿走他的资本 我们看到大卫在他自己 无论在素挪手下也好 无论他是带领400人也好 后来带领600人也好 一次又一次神让大卫由一个困境当中 甚至走到去绝境当中 在这个光景当中 我们看到大卫经历过一切灾难 但是最后他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但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呢 就是因为他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所以神将他摆在高位 可以祝福神所爱的子民 顶姐妹在这一点里面 还有一个你要知道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其实我们一生里面 我们都求这一段经文的祝福 我们求神一生一世 有慈爱随着我们 但是就因为我们少了一个概念 我们根本是没办法接受 诗篇23篇由第一节到第六节所讲的东西 在里面神所给我们的带领 神所给我们的灾难 这些困境 我们不愿意接受的 我们希望偷鸡啦 我们希望能够缩减啦 甚至我们到我们面对这些困境的时候 我们逃避啦 我们要就要诗篇23篇的带领祝福 还有各样的好处 但是问题里面的磨练 里面的灾难里面的困境 由这个困境变成绝地这些经历呢 我们不想要的 但是大兄姐妹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 怎么为之合神心意呢 为什么突然带出 怎么为之合神心意呢 其实神是怎么想的呢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大卫在经历了这些光景当中 他可以说出第六节 他一生一世又因为慈外聚了他 他经历完这些磨练 神将他高升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 神为什么将一个这样的人高升 因为大卫这种成熟 经过磨练丢剁单纯的心 当他成为皇帝的时候 他会成为以色列各整个国家的祖福 但是我们亲眼看到素罗的一生 素罗的一生 他本身在以色列来说 简直是一个灾难的存在 素罗直成就是一个灾难 是不是 所以弟兄姐妹 没错我们想成为领袖 我们想神高升我们 我想神将我们摆在重要的位置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神会不会将一个灾难 摆在他爱的子民的上面 做他们的领袖呢 换句话说 神爱以色列人 他会不会将灾难摆在他们的当中呢 他不希望除非他的子民变坏 神爱他的教会 神会不会摆在灾难式的领袖 在这间教会当中做领袖呢 如果神将灾难的领袖 摆在这个教会做领袖 其实很明显神想审判这间教会 对不对 没错 我相信 如果你在外面做过工的 你都会发觉 真的有一些老板 他简直他的性格 他那种不负责任 他们的脾气 跟这些人合作呢 简直是你人生里面一个灾难 是不是 所以原来当我们将心比己 我们要了解神的话 我们要合乎神的心意的话 我们就知道其实 神是多么愿意 把一个好的领袖 放在一间好的教会里面 把一个好的皇帝 放在他所爱的以色列国家里面 神希望将一个他所爱 所用的仆人 放在一个时代里面 成为当时代的一个领导 成为当时代的一个荣耀神的一个榜样 所以弟兄姐妹 或者你希望 好像有诗篇23篇的高声 你希望有诗篇23篇的 一生一世 又因为慈爱随着你 是不是 但是问题 你有没有研究 就是在你高声之前 在你被摆在 你所希望高声的位置之前 你有没有素罗的性格和弱点 如果你拥有素罗的性格和弱点 而希望神高声你的话 会不会是一个的奢求呢 你以为神很喜欢这样做吗 神很喜欢将 素罗这样的领袖 去摆在他所爱的教会当中 做最top的领袖 受最多的尊崇 受最多的祝福吗 神希望将素罗这样的领袖 摆在他所爱的 这些国家当中吗 很明显 这些人就算想求一生一世 有恩慰慈爱随着他 他都不用想了 所以你会看到诗篇业三篇 其实这种的经历 没错 对于我们来说 或者是一个灾难 但这些灾难 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去磨走我们自己的软弱 我们自己 掃罗一样的性格和弱点 使得我们得到神的恩惠的时候 得到神的高声的时候 我们自己不会成为别人的灾难 当你能够理解这个概念的时候 而你又愿意扶诗篇业三篇的代价 我想你知道 你一定不会缺乏弱室的祝福 大为的祝福 诗篇第23篇第6节 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钟 直到永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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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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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